把那个给加上 不然你明显看到 它是不是窄 对吧 把它给加上 指定一下它的这个高度 应该是最适应 把它弄成 37DT 37DT 你看这个就明显 跟那个接纳有点像 但是这个明显又顶头了 对不对 还差什么 跟那个还有啥不一样 要往右偏一点 对不对 还要在中间 对吧 接着指定 所以说这界面 反正弄起来就是 就是 比较复杂 就得就得一点一点 一点呢 这个指定它在这个 应该是垂直的时候 鞠绷就行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明显它还往右偏里边 有一个 边距对吧 咱们可以定义它的这个 这个应该也知道吧 我这里边用的是 我这里边用的是 padding letter 再用padding 就给它定成实际体 然后看看是不是有点像 这就很像是不是有一个反正有一个大概的样子了 好这个title基本上就定完了嘛 然后 这个底也可以定一下吧 底的话咱们也用这个ink rule的 对不对 或者中间咱们先用这个 或者是直接定的ink rule的 然后咱们把这个什么也弄出来 笔这个名字 就叫bottom box bottom box 叠一项 然后接着用 这边已经定了 因为有的话 这个估计还要 这个在这里边 不能让它填满了 这个高度 这高度要给它定成60 它那个图片是68dp 所以给它也定死了 定成那个68dp 然后在这里边咱们先定义一个 为了让它有一个样子 咱们先给 不严格按照那个 给它定 直接就给它定义一个 里边有一个东西 给它放背景进去算 在这里边要有一个 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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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边 我又包含了 看这个图标 应该是 左边一个图标 中间是一个TaxView 右边又一个图标 对吧 或者是左边一个图标 然后请 挨到它右边的是TaxView 然后在这个最 最右边的 又是一个图标 对吧 咱们先把这个 它应该是有一个背景 咱们先把它 背景定义好 这个背景 名字应该是叫 Bottom BG 高度也有了 然后这个 咱们先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背景 在这里边能展现出来 这个没定完呢 是 我可以看 这个背景是 那我有一点 对吧 我可以看 这个背景是 相当的 这个背景是 有了 背景也有了 那下一步咱们就把图片什么这些都给放进去 在这里边这个图片我用了那个位置 咱们回头再控制 放一个MHVL 这些空间应该都很熟了 MHVL 然后指定它的 这个还继续复制过来 因为像图片这种的话 一般都是那个什么 都是按照自己的内容 按照自己的内容 这个标准 大家就看上去 这也是大家就看上去 图片的话 我看这个图片用的是 这个图片是iviv 不是 这个图片用的是bottom icon 这个我给定义的是个风格 所以咱们在这里边不用先暂时不用风格 先拿了VCS 我看这个风格指定的图片用的定义呢 这个图片用的是 小图片用的是它这个小图片 小图片用的是它这个小图片 烧烤的 这个应该是成立的 小图片就是没有了 图片定义了之后 然后那边肯定就是一个文本了 那边肯定就是一个文本了 对不对 这个文本的话 我直接从以前的项目里边给它取出来 我就不一个一个自己在那敲 之前的文本是叫什么呀 我看它用的是哪个文本 我直接在这里看一下 这里边用的是哪个文本 你看我在这里边都把它封成风格了 但是 包咱们试试 咱们现在先暂时先不要封锁 先把它成手销出来 嗯 这里边直接把这个都沾进来 直接用这个 然后再弄一个图片 然后再弄一个图片 这个其实直接粘过来用不开 回头咱们先看完进去没有 回头再定义它这个牙齐的位置 然后 它这个位置我看一下是哪啊 那个图标是什么图标来 这里边这三个空件基本上在里边就定义过了 定义过之后咱们先预览一下看看它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但是都放 有倒是有了 都坐在一起 是吧 定义位置吗 那就继续定义位置 因为咱们用了 在这里边用的是相对不及 肯定第一个图标这个 这个暂时先不用动它 这个暂时先不要动它 对吧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图标的 右边是吧 相对于它的右边 对不对 是这个用这个兔什么吧 对吧 在谁在左边谁在右边 对吧 id 还没定 好 就补个id id 这个 这个前缀就是IV嘛 对吧 这个看看命名的什么就要好呢 这个有id了 然后相对于 还得分享不然它不出来 这样子来之后它在它的右边 然后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副空间的最右边 对吧 最右边 Joh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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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ch 这个案应该是 嗯 importance 存一下 现在有点样子了 但是位置还不太对 按着正常的应该是 这里边的东西应该是鞠躬的 对吧 这样他们都鞠躬 可以用这个 让他们统一鞠躬 这个应该是 这个用过没有 应该也用过吧 时间能垂直 这个玩意 哎不对 看一看是 就这样的 但是他们这个 看着还有点 他这个编剧估计 要把编剧再给他定义 我看一看 去左右的编剧 这个去左边 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也要有一个 这个是 那个是去左边 这个就应该是去右边 然后他这个应该也 先看一下效果吧 有点像 但是这个估计就要微调了 然后这个蚊子的颜色 我们也要指定一下 这个蚊子的颜色 我指定的是 应该也是 我看这上面是白色是吧 这里再添一个白色 但是这个白色 你看标签不一样 定义成这种 自然文件的这种形式 对吧 可以这样定义啊 你定义完之后 就拿它当自然文件实在 这也是 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如果是先前定义的 可以这样定义的 你回头可以试一试 用那个标签就可以 咱们再来运行一样 有点像 基本上差不多是吧 但是 编剧还是有点问题 这个左边的这个给它定小一点 20有点大了 5就够了 对吧 文字离图片也 这个文字的图片的话 设那边就算了 用这个padding写定 给它定个 估计有4dp就差不多了 对吧 对吧 拿这看一下 就这样在这里 我比较习惯用这个 模拟器在这边看 更真一点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式吧 然后 要不然今天先到这 今天呢 我们不行就先到这里就结束 我们明天呢 继续把我们这个框架 主框架给它完成 另外一个 把这个也稍微回顾一下 今天因为我们用到布局了 布局的参数比较多 我们稍微做一下 这个简单的回顾 比如说它的这个 设置宽高的这个属性 对吧 这不用说 这肯定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说填充或者是姿势 一样 这是它通用的 每个这个布局都有的 然后就是什么 设置设置这个距离 距离因为有两个地方嘛 一个是它的这个外边距 对吧 一个是内边距 咱们要了解这个外边距 跟这个内边距的区别 对吧 这个之前三级应该三级应该都讲过 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位置的属性 位置的属性 呃 就通用的属性 比如说像线性布局 相对布局都有的 就是 这两个对吧 这两个差别 你知道是什么差别吧 嗯